來救球的歐偉倫是頂入的 無緣無故歐偉倫為什麼要回來救球呢 這球真是出奇的 歐偉倫不夠對方頂給黃鵬頂入 藍衫的廣東隊主隊首先打開了紀錄 這次追伐廣東隊了 推人犯規 這個就是陳永強來的 好 廣東隊的審判員 孫江指揮自己排了三個人的人場 李健華走開掌勢豪射才是真的 可惜豪豬射這個球實上是太高了 如果按低一點 對方的審判員孫江有排球 教練的曾偉忠從泥祥都站起來了 因為現在球隊落後0比1比廣東隊 由於香港隊方面 只可以起用三名的外援 所以在實力方面 似乎在發揮上面是沒有的 如果越來越多用兩個外援 應該是形勢上好一點的 好了 這個球的高利魯 在地上跟對方是腳硬腳的 但球賽仍然是繼續 終於過來這邊了 看看楊光怎麼做 再打給楊光 這個球能否出到呢 應該是出到的 李健和勝利夠勤力 現在這個不是大包和 這個已經是大哥和了 他是夠勤力 但是這邊的箱 看到教練在調動 把佩迪里放進來 幾乎是調走的 希望憑直接佩迪里的高速 是有機會了 可惜在這個球當中 佩迪里進來都沒有碰過球 就被對方的球員 在龍門口承越角球 前面李健和漏踢 是十了 入球就是周哲 當時25分鐘 守門員 鍾浩然出來 向球前有些個投訴 可能在龍門口 對方有犯規的動作 但有理無理 周哲也把那個球 踢進去 兩個借章 周哲和黃鵬都有球 我們看清楚龍門口 李健和漏在中間 想說是一個後插花 真的被他打倒 但這個球之前是壓著鍾浩然 再看看 留意鍾浩然的位置 是不是被對方拉著 因為鍾浩然被周哲入了球之後 就立即到球證 是有點投訴 但球證又不理他 這個球對於李健和漏來講 很尷尬 這個球來到他根本 他的位置他踢不到 好了 比賽再開始的時候 希望立即搶攻 但似乎還是比較亂一些 香港也踢得 幾難打 現在落後兩球 總加上客場比賽 他希望能夠減少失效數字 看他追不追到馬球 現在看到黃鵬再推 過了 這個球如果吹快 高尼路就會加火 其實當時已經進入禁區內 好了 周哲的球證 趙亮叫高尼路過去 高尼路在禁區外 就捱一捱 然後進入禁區 用手拉一拉 球證是十二碼 這個十二碼被鍾浩然研究 如果這個球 李昱毅再進入十二碼 真是第二回合 回來香港打 就算港聯怎麼出色都好 其實都很難這個平反敗局 比賽仍然上半場的時間 如果這個十二碼再進入 就會輸到0比3 這位就是廣東隊的主教練 朱廣胡 其實整隊的發揮都幾好 廣東隊今年 可能港聯上去就是失球太快 十六分鐘已經輸一球 另外那球球其實都可以避免的 因為都是近處李健和流踢的 好了 再來一個全中球 又是李毅頂倒 但是呢 是再次被鍾浩然研究出來的 那這個球呢 搬搖卓不夠對方 對方呢 對方呢 扭到底線呢 扣出來 李毅頭隨爭押一作 好東西 這個球去勢呢 不是多厲害 鍾浩然呢 可以呢 可以呢 是抱住的 好了 那麼下半場的比賽了 上半場的紀錄呢 就是藍衫 藍褲左攻右的 廣東隊呢 就是2比0呢 是領先中 看下半場已經變右了 好了 和仔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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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呢 就大難不死啊 這個球 為什麼呢 喂 高尼路以往的頭鎚 都殺散了 但是這場球呢 竟然間呢 被對方呢 就是 佔到優勢了 那麼看看 開這個角球 哇 整隊呢 是躲過去啊 最後 貼微而落 好啊 就是鍾浩然 副呢 副了個球 不知他頂還是褲了 好了 繼續比賽 一個球 一下不行 第二下鬥 哎呀 不夠力 佩迪李呢 鬥這個球 空門呢 是不夠力的 被對方呢 在百計之前呢 是解了圍的 再看 第一下不行 再翻腳 再鬥 哎 力水不夠 被對方呢 就是解了圍 始終呢 就是 港聯呢 都是落後0比2 那這個球呢 應該還吹罰了佩迪李 那如果入了呢 分分鐘就變炸壺 好了 那下半場呢 香港隊呢 開始是拿了多少攻勢 那這個軟射呢 就是來一個試射的性質 那斯路文俊呢 在香港也試過呢 很多時候有這樣的軟射 那這一次呢 就射不中過龍門了 那鄭偉忠呢 相當緊張 那在場邊呢 一直不停地給指示 另一次 另一次 看到潘耀卓 那這個自由球 應該都是踢上去的了 那前面看佩迪李這些呢 那這些呢 步不步道了 高尼路這些都走上來的了 那結果呢 原來大家都頂不到哦 那對方呢 就太嬌了 那太嬌之下呢 也都造就了香港隊 這一次的射門 就是高尼路呢 縮轉頭呢 想回去防守 見過波尼呢 立即來一個軟射 那可惜也都是不中龍門 那見到香港隊 兩次的攻勢呢 其實都是在禁區外呢 是出現的 那明顯看到呢 香港在禁區內呢 就完全受制給這個廣東隊 啊 這個射門都挺危險的 高尼路呢 起的時候呢 剛剛廣東東的馬里 都起了山 很危險的 那有一個間外 一扔進去 看到周哲和呢 在地下的梁志平 大家互有動作 那兩個呢 是趕著球員過來 圍開上來勸交了 那怎知道呢 周哲呢 不知道你發什麼老闆呢 那另外呢 就有其他的球員呢 加入了 令到場面都很混亂了 那究竟誰是誰非呢 真是要呢 是球證呢 是調解了 幸好這個時候呢 勸開了 這個界外球呢 梁志平在後面 一攬攬跌 那大家起來沒事啦 但是兩個人在地下 就互有動作了 咦 似乎呢 這個周哲呢 是 覺得呢 梁志平不對啊 先是動手先的啊 那有些 廣東隊的球員 和港聯球員 邁來呢 有些是勸交 有些可能是混水摸魚的 那趙亮 這個執法球證呢 這個時候呢 就將這個呢 五號的周哲呢 是紅牌趕出場的 那另外呢 他認為 卓卓有抽水的嫌疑 也都將這個 二十三號的 港聯的後防的 刊將呢 是趕出場的 那雙方呢 十人應戰 一人一個呢 是被罰離場的 好了 打到這裏呢 那些球證呢 那些球證呢 結果呢 廣東 舉憑主場之力呢 二比零呢 是第一回合先不投籌 省港妹第一回合的賽事呢 港聯就輸了 零比二 那這場球呢 兩張紅牌出現的 分別就是 港聯的卓著 以及廣東隊的周哲 因此呢 今天下午第二回合的賽事 兩位球員都不能夠上陣的 那今天呢 港聯必須呢 是正勝三球呢 才得到這反派為 他們為了這個賽事的銀器紀念 一年幾日呢 都在沙田的新城市廣場呢 擺設圖片展覽 內容呢 包括了歷屆賽事的精彩時刻的相片 和一些的統計數字 那不講大家不知道呢 在過去的二十四屆當中 香港隊呢 只能夠拿到八屆的獎盃 而謝玉生呢 就以六個的入球 成為省港杯歷史入流最多的球員 不可以 省港杯呢 真是講到歷史悠久的韓賽事了 剛才大家看過第一回合 港聯是零比二才落後的 形勢極之日不妙 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下午這場球 卓卓被趕出場不能夠上陣 聽說高尼路呢 亦都是有傷 好 防線少了這兩位外運球員 當然影響很大 那教練也都沒得選擇 要是使用一條傳華般的防線了 其實港聯一個 一星期都很努力練習 兼且進行過集訓 一起看看 可惜不敵實力強患 自此奪回失落了三屆獎盃的廣東隊 港聯周初反港之後 隨即進行集訓 教練曾偉忠在操練之前 跟我們作了第一個回合的小總結 開球的組斷呢 是不太穩定 所以亦都是在頭那25分鐘 我們失了兩個球 但是兩個入球都是來自死球 那個自信心是強的話呢 可以打出自己的水平 仍然是有力一戰的 看回港隊的操練 各球員的狀態保持良好 不過卓卓方面 由於第一個回合尾段拿紅牌 故此肯定不能夠上陣搏殺 高尼路亦都因爲雙臂做了手術之後 需要休息 所以免疫 很好 神禧黃盤 及全國失球最少的門將孫剛 防守力依然穩健 港隊教練 曾偉忠又有什麽破敵之計呢 絕對是難打的了 因爲現在落後了0比2 不過我都跟那些球員聊 那球員給回那個訊息出來 他們都仍然很有信心 足球比賽